前夫的姐姐和众人散布谣言 说女人和自己的大姐夫搞破血 姐夫爱上小姨子的是瞬间引起大火的好奇 一旁的三姐实在听不下去 性格软弱的秀云没有为自己辩解起身离开 但同来开会的三姐却不惯着对方 两人吵得有来有回 最后直接动起手来 同在这里的父亲徐茂听着周围人们的指指点点 他憋了一股很大的火气回到家 你还有脸回我这个家 四女儿满眼含泪的看着父亲 外人疯言疯语冤枉他 现在连父亲也不相信他 我是没脸上你这个家 你早就想把我从这个家撵出去 我娘活着该多好 让她看看你 看看我们姐妹 看看她留下的 这个家 徐茂一共有九个女儿 妻子在小女儿四岁时病逝 自己将女儿们拉扯大 现在只剩老七和老九未许配人家 而四女儿秀云在大女儿死后不久 也与女婿正百如离了婚 几年前 郑百如为了得到秀云 趁秀云不被偷偷在芦苇荡里欺负了她 为了名声之好委屈嫁给了郑百如 但郑百如得到后反而不珍惜 平日里经常虐待欺辱她 而且凭借自己那溜絮拍马的功夫 当上了葫芦爸的党支部副书记 由于和党支部书记 也就是秀云的大姐夫金东水正见不合 就用手段将金东水弄下了台曲儿代之 为了将金东水赶出葫芦爸 郑百如偷偷地放火烧了金东水的两间茅草屋 这让金东水和两个孩子没有了住处 乡亲们就让她一边看水房顺带住在了水房里 权力越大也更加让她看不上秀云 便主动抛弃秀云和她离了婚 秀云看大姐夫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辛苦 平日里就经常接济他们 正百如妒忌记秀云 就让姐姐到处散步谣言说秀云偷偷和她的大姐夫好上了 为党人口舌 三姐就让人给秀云说了一门亲事 这是又让正百如知道了 加上上面下来通知说要派工作组进葫芦吧整顿 正百如担心自己对金东水做的事败录 就想和秀云复婚把她掌控在自己手里 但秀云死活不同意 正百如便在工作组来的前一天夜里 趁秀云正要休息带着头套溜了进去 当父亲和妹妹听到动静赶过来时 秀云已经晕了过去 四姐 四姐你醒醒 这是哪个王八蛋 又欺负到我老汉头上了 四姐 别再看了 等张出去 古尔山的亲事就完了 第二天正百如还专门找到许茂提出想和秀云复婚 爹 我想给你汇报一下思想 跟秀云离婚的事 全怪我年轻无知 我简直是昏了头了 正百如的这一出果然起了效果 老四不走了 什么 他不去古尔山了 这辈子再不嫁人了 得知消息的许茂生气的回到家 你不打算到人家古尔山去了 我不想 还想留在家里给我找麻烦 你还嫌事少 秀云听到父亲这样说就伤心地进入屋 中午工作组进了村 身为团支书的酒妹把工作组的严组长安排在了自己家里住 但许茂却很不高兴 团支书老大人 早给我添麻烦 就算你孝敬老子了 一进门的严组长就看到公社奖对许茂的奖状 许茂在50年代靠合作化政策提升了生活质量 家里盖起了新房 那时的他还是生产队的组长 也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 但后来随着政策的改变和文革的到来 家里的财产都被冲了贡 加上家里孩子们多 生活一下变得极为贫困 因为这些缘故 许茂自然对工作组的到来有很大的抵触 另一边的郑百如也将一位工作组的同志安排到自己家 在了解前任党支部书记的事情时 郑百如故意编排说京东水犯了政治路线错误 和当时的团支部书记许秀云反对农业学大战 而且京东水的个人生活作风有问题 有群众反映他夜里还曾偷偷钻进了许秀云的屋里 虽然许秀云和自己已经离了婚 但他相信许秀云还是清白的 这个女人我了解 不会出问题 人体很好 你也很漂亮 我不想再找对象 还想跟他复婚 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让工作组帮他做做秀云的思想工作 而这男同志一听刚好是他重义的许秀云的四姐 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边严组长和九妹许秀住一个屋 他也向严组长交代了这些年大姐夫和四姐的遭遇 严组长觉得这里是有蹊跷 就暗中派人调查 很多事情也从老书记这里得到证实 这天徐茂来镇里卖烟业 在供销社卖酱油醋的妻闺女看到父亲 就跑过来说自己的朋友小猪想请父亲吃饭 路边遇到一个抱着孩子卖油的女人 许猫闻了闻是菜油 女人解释说着急用钱给孩子探便 然后祈求着便宜卖给他 希望老人家能帮帮自己 虽然只卖一块五一斤确实挺便宜 但许猫还是犹豫了一下没买 结果没走几步女人又喊住许猫 你还个价吧 一块钱一斤不哄你 大行大事 没想到女人竟然同意了 一共四斤半的油 四块五毛钱 把罐算一毛钱 一共四块六毛钱 许猫转身来到及时准备一块八毛把用卖掉 这么贵一块三行不行 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先看看油好不好 油还可以 一块七一斤要不要 不要拉倒 这时身后的小伙子突然打断 买油的 你他妈的耳朵聋了 眼睛也瞎了 听不见也看不见 石油不准上市 你知道不 你看老子是干什么的 投机倒把 资本主义 把谁结婚去 走 小伙子 把脑罐子 往外回来拿 本想着能正一笔 结果不仅钱没了 连油也被没收了 不曾想在去七姑娘那儿时 恰好又遇到了卖给他油的那个妇女 对方和家人把许猫拦住 老人家 你的心太狠了吧 乡亲们 他的孩子病了 今天提了四斤斑青油来卖 为的是看病取药 可是这位大爷 见死不救 趁国打劫 给人家一块钱一斤 还说是大行大势 欺负到孤儿寡母的名言来了 围观的乡亲们纷纷指责许猫的不是 找专注买卖 给你转去了 这时路过的郑百如恰好看到 就上前为老丈人解围 能说会到的嘴几下 就把责任揽到了自己名下 还遣散了围观的人 许猫这才得以脱身 刚好京东水来镇里卖菜活 儿子看到一旁卖肉的就想吃肉 生活窘迫的他哪里有钱买肉 为了给儿子买双棉鞋 他硬是来镇里卖了半个月菜才攒够 正当在路边哭闹时 秀云看见跑了过来 听四姨话 怎么了 孩子要吃肉 你就给他买点肉吃吧 好 这一幕恰巧被郑百如的姐姐看到 便上前挡在他们的面前 阴阳怪气的看着两人 京东水怕再惹来闲话 就接过孩子借口先走了 秀云满眼含泪的看着他们远去 这边许猫不开心的来到七姑娘这里 她的男朋友已经要好一桌韭菜准备招待 小周 起料许猫一进门就变了脸色 没错 就是没收走太游的那个小虎 许猫看向墙角 那个装满菜油的瓦罐就在那里 七姑娘不明所以的问怎么回事 你问她 误会 呸 生气的许猫正要走 又返回来将那一瓦罐油拿起 流氓 骗子 许猫生气的回到家 但脑海里不断的出现被众人羞辱的画面 她将那罐油锁进柜子里 听说这事的九姑娘一进门就对父亲一顿讥讽 你把人丢在家里还不够 还得跑到连运厂去丢 老子丢你的人了 偷鸡刀把 搞专手买卖 谁敢说老子偷鸡刀把 你不偷鸡刀把 油为什么让人给没收 人家为什么要抓你 谁敢没收老子的油 谁敢抓老子 你在家里这么凶 在局上 你怎么一句话也不敢说 你也想管老子 这时刚好七姑娘也回来 正在气头上的许猫连老气也是一顿骂 受了气的姊妹俩都来四姐屋哭诉 这时三女儿过来宽慰许猫 并说郑百如在他们家想请她吃饭 并要当面赔礼道歉 许猫本不愿意去 但一想到上午郑百如帮自己解了位就同意了 出门时 秀云看到父亲的棉麻甲破了 就让脱下来药给拿去补 来到三闺女家 郑百如已经买了些下酒的菜 爹 我只知道你老人家从笛上回来 飞生气不肯 就带着点韭菜 请你老人家消消气 郑百如先敬了许猫一杯 见老张人接过了酒杯 他趁机表态 爹 我和秀云的事 你老人家还得多操心 只要让我们重合就好 让我撒钱她 我就撒钱她 诶 郑百如 这话可是你红口白牙说出来的 往后 你要是再欺负我家老四 我可饶不了你 往后 我要是再做对不起秀云的事 你们就打我 骂我 把兔毛往我脸上碎 老三见郑百如态度如此诚恳 就劝说父亲拿个主意 许猫迟疑了一下 说四姑娘的事她不管了 你们猜 该怎么办 又怎么办 这时三女婿回来吞吞吐吐的说 外面出了很大的事 哎呀 你个人打得出个屁了 你倒是说话吗 原来三女婿在集市上卖鸡的时候 听到别村的人在议论 你们这些四姑娘 和她大姐夫搞好热闹 难道许猫老汉 能让姑娘在自己家里偷人养汗 放他妈个屁 冤枉人不得好 听到这些 许猫生气的一拍桌子离开 家里秀云正在给父亲捕那件破马甲 西妹和她埋怨父亲专横不讲理 说以后都不要管她了 秀云却上前安慰道 娘不在了 咱们当女儿都不可怜她 谁还可怜她 你真是个好人 我要是个男人 一定喜欢你 她却妹妹找对象 一定要找个老实可靠的人 像小猪那样的还得慎重考虑 得多了解了解 我今晚和她好 看她老头子怎么办 我七妹的这么漂亮 还怕找不着个好对象 知人知面男知心 这会儿 你能知道哪个人可靠啊 吴昌全 大姐夫 都可靠 可靠个屁 老实干了一箩筐 还可靠 秀云一头雾水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许猫健壮更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问我 你说 你这老子干人 什么不要脸的事 你吃了什么药了 七妹健壮也为姐姐打抱不平 第二天工作组组织开大会 郑柏如的姐姐又和人们散布谣言 说京东水夜里钻进了秀云的屋 这小姨子和大摆子搞破血 可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其实也是郑柏如的计谋 一来可以打压欺负京东水 二来可以助她和秀云复婚 一同来参会的三姑娘 可不是好惹的 这便有了开始的那一幕 三姑娘本打算离开 但丈夫出来阻拦 说着将孩子递给丈夫又反了回去 三姑娘外号三辣子 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毒蛇 我是来开会 又是来听主教 你的嘴巴干净点啊 怎么 跟你说话 还要我竖个口 刷个牙 赞辣子 你不要欺负的老娘子 投上来了 老娘打扮的好漂亮 是哪个男人给你买的粉 哪个男人给你扯的布 别再配 你家四辈子出人眼看 你真的不知道 最后直接打了起来 经过这么一闹腾 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这让很顾脸面的许茂 觉得羞辱无比 她回到家 将墙上的全家福和奖状摔碎 然后拿出十个小包和那罐油 还写了一封遗书 准备上吊离开 她满脑子 都是人们对她指指点点的声音 结果气火攻心一下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几个女儿都围在身边 严组长也说了这几天调查的情况 那天晚上 京东水在村民家帮忙 所以进四姑娘屋的是别人 而且通过调查发现 京东水家的火灾不是天火 而是人为所致 这些迹象都在指向一个人 但目前还不能说 过几天一切就都会真相大白 许茂终于知道自己冤枉了女儿 第二天刚好是许茂的生日 三姑娘在家给争了大寿套 还在上面点上洗 几个女儿纷纷带着寿礼来祝贺 不能来的也让人烧了东西来 在开会的京东水 也让严组长给烧来了贺礼 高兴的许茂拿出那十个小包 里面是他攒的钱 他把他们分成了十份 每个女儿一份 虽然大女儿已不在 但他同样给大女婿留了一份 第十个小包是给严组长退回去的饭钱 他知道 他不能要为乡亲们办实事的人的钱 而严组长也拿出了贺礼 他将老许那张全家福和奖状重新表了起来 许茂满眼含泪的让再重新挂起来 这边许茂和女儿们正高兴地欢聚一堂 而另一边的郑百如也高兴地拿着报纸来找他解 严组长也很快接到了调令不得不离开 影片自此结束 这是一部坏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影片 故事发生在那个特殊的运动时期 政策的瞬息万变 让一部分人侥幸有一时的喘息机会 但结合实际的历史轨迹不难得到真正的结局 真相必会随着运动的结束大白天下 恶人也终究会得到该有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此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